我們其實是怎樣面對驚? 你都有個人的經驗 好像聽過你 有一次蟬修的時候遇到山豹 我們面對內心那種很驚恐或恐懼的時候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當時的經驗? 是這樣的 當時我是森林巴學蟬修 剛剛有聽到這個新拋的 當時有蟬修 觀察著心比較有一點定力 觀察著比較細微 可以觀察到很多時候 我們的驚是從毛孔慢慢地 廣東話說起雞皮 慢慢地去到心臟 驚 最後就看到驚的消失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的時候 法師慢慢地 體會到或是領悟到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由於有這個錯誤的想法 以為這個野獸一定去攻擊我們 所以我們已經有了這個錯誤的話 有一個小小的聲音 因為我們就很害怕了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人 就要有這個佛狗說的是顛倒夢想 就要想 或者廣東話比較白話比較俗 想多了 其實這個炮離我很遠 只是當時的時候自己沒有安全感 變了拿著拿著 又覺得它立刻來 想攻擊我 立刻不敢閃羞 立刻起床 要找地方來背 就是整個過程的時候 要看到 其實人的恐懼 害怕 有時是自己想出來的 變成了一個顛倒夢想 一樣的 在面對這個所謂的鬼神 這個七月的制憂 這個鬼 大家好像覺得它們是利鬼 或者是惡鬼 其實我們轉回頭來講 有時是否我們想多了 其實它們真是很苦 最重要是它出現的形象 或者不是我們想想的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很恐怖 其實它們真是很苦 想求救